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西安生活不习惯又回到了商界 李云的邻居会议 5月26号那天 他称要去买鸡娃 这跟龙的供述是一致的 结合龙对诱杀杜长英的过程 和江家提供的江三河失踪的经过 侦察人员判定 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是龙经常出没的地方 并做出了如下的推奖 如果有同案犯存在 龙就是他们派出去的锤吊者 先由龙把猎物诱回来 然后由同案犯杀掉 龙志明呢 原来是商县人质公社龙鞭子大队的人 1974年春天 因为修建南勤水库 移居到了杨玉和 矮小猥琐 优手好险 1977年冬天 他把一个痴呆的女人 骗到了家里 关在楼上 坚速数日 后来被村中的民兵给发现了 把这女人给解救了 1978年 龙在亲友的撮合下 与因患脑膜炎而残疾的严书霞结婚 婚后的生活非常艰难 欠生产小队口粮款 180多块 队里催着药 龙不理不睬 又因为他当时经常咒服夜出 跟村里的人呢 很少有往来 三具尸体的发现 立即引起了轰动 全村的老少清朝而出 前往围观 只保主任和几个民兵来维持秩序 民警划出了保护圈 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 公安局长 以及商洛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 相继赶到了现场 民警带上警犬 再一次搜查龙家 没有新的发现 根据村民们讲 龙家门前呢 有过一个萝卜轿 现在已经填平种上了白菜 这个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严书霞向民警指了 萝卜轿所在的位置 这地方离门坎不到一米 一个民兵挖了几仙之后 挖出了一些包谷叶 薄薄的土层之下 是一层包谷杆 民警又叫来几个人 瞅瞅 然后继续往下挖 先不深挖 而是向四周挖开 清理出一个长三米 宽两米的场地 揭开包谷杆 里边竟然有八九具尸体 是以马柴火的麻烦 投足彼此交错倒置 整齐紧凑 从边际可以看见 下边至少还有一层 现场的人呢 都被这地狱般的场景 给吓住了 现场勘察指挥人员 发出命令 暂停勘察 立即上报省厅 一个排的鹤枪实弹的武警 封锁了埋师现场 另有一个连 在城里边随时待命 军分区独立连 也处于戒备状态 地区公安处 与现场 开通了无线电话 陕西省公安厅张景贤副厅长 和一般行政干部 第二天抵达之后 挖掘工作 重新开始 启师 照相 录像 编号 登记 解剖 到黄昏的时候 从这个埋师时间最晚的 三号坑里边 挖出来的尸体数量 上升到了二十具 到五月三十一号上午十一点 整个三号坑清理完毕 一共多少 整整三十三具尸体 一位参与清理的法医说 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都已经到了极限了 然而继续勘探 二号坑 又被发现了 二号坑在东边猪圈里 长两米 宽一米 深 一点五米 又挖出了八具尸海 放置的方式跟三号坑一样 但是 这些人遇害的时间 要更早一些 六月五号 在龙家厕所 东墙下五十厘米的地方 又发现一堆 已经完全蛊化的骸骨 经过整理鉴定 计为四具 这定为一号坑 人哪 就像潮水一般的 向王建村涌过来 从五月三十号开始 用王建村一位村民的话说呀 那就跟赶庙会似的 一周时间 来了不下十万人 五月三十一号的白天 当挖掘勘验工作 正在紧张的进行的时候 就有失踪者的家人 在围观的人群里边 开始掉眼泪 开始哭了 很多人呢 试图冲过警戒线 进去认识 均被武警给拦住了 这么一来呢 还引起了他们和围观者的不满 有人哭 有人闹 有人骂 甚至呢 有一些好事者 开始喊口号起哄了 这人群当中 出现了一阵一阵的骚乱 到了下午 大概有一百多人 聚集在商县公安局的门前 要求领导出来说话 他们要求认识 其中 有人鉴于四十八个人被杀 而事前公安局 竟然一点都没察觉 他们就骂公安局啊 是一群吃白饭的 事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呢 地县党政领导十分的担心 联想到近一年来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紧张 或者淡漠的干群关系 联想到商落地区 相对的贫穷落后 聚集在县公安局的人 会不会走上街头 从而影响更多的人 赶来王健看热闹 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当中 商周人呢 忠厚淳朴 但是谁又能料到会出什么事呢 李庆伟说呀 群众有怨气 可以理解 要热情接待 耐心做工作 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平息他们的怨气 作为真案的一个重要环节 辨认尸体及遗物的工作 必不可少 问题是什么时候辨认 在哪儿去辨认 技术部门的勘验工作 还没有完结的时候 不可能让群众 介入其中辨认尸体 以往的人命案 辨认尸体都是在尸库 而这个案件的48具尸体 不可能移送尸库了 本县也没有这么大容量的尸库 就地辨认 当着成千上万的围观者辨认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呢 死者哭天喊地 围观者会借机涌到前边来 可能存在的同案犯 也会趁乱做手脚 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成立一个接待处 专门接待有亲属失踪的人家 听他们讲明情况 进行登记 发给证件 告知其等待人士 龙家东边有两个坑的尸骸 已经不可辨认了 西大坑辨认出七具 加上屋里边三具 一共辨认出来十具 而大部分尸体 只有通过遗物来辨认了 出于种种考虑 辨认遗物的地点 放在了西具王剑 进一华里的洋芋河响 那院里扯起了几道铁丝网 上面搭满了从龙贩家中搜出来的衣物 有的呢 可以看出来已经洗过 但是血痕有在 这些衣服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 或者是质料低廉 或者是破破烂烂 抖落掉尘埃啊 可以看见很多衣服的领口 袖口西部都已经被磨烂了 一看就知道主人是中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鞋也一样 几乎没有皮鞋 大多是布鞋和已经过时 但是农民很喜爱穿的 仿军用胶鞋 这些衣物看起来让人心酸呢 一位围观者说 看来啊 他们都不是享福的人 而后来 龙贩实为谬说的三不杀原则 之所以能在民间流传 并为许多人所信 这也跟杨玉和乡院里边 铁丝网上的情景 给人留下的印象有关 辨认遗物的人来了 有的人呢一进门就大放悲声 有的人呢是默默地走进来 直到在某件遗物前面 才突然发出哭喊 他们进门的时候 紧张是共同的 他们失踪的亲人的东西 能在这里找见吗 每一个人都一次又一次地 在心中啊祈祷 不要让他们看见什么熟悉的东西 在接待处登记报尸的 有一百多家 死者的数目是四十八人 这也就是说 其中有一多半的失踪者 不在这次劫难当中 一百多家登记报尸的人 赶往杨玉和乡的时候啊 很多人都是抱着侥幸 抱着希望 所以进门就哭的不多 大多来辨认遗物的人 起初都不愿意让人们知道 他们是来辨认遗物的 进了院子之后 远远地看着那些 像挂在旧货市场上一样的东西 迟迟地不敢往前迈步 当他们认出了某物 是自己失踪的亲属所有的时候 仍然不肯放弃希望 他们想 那样的衣服 那样的鞋 那多少人都穿呢 或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谁还记得准 他走的时候穿的是什么呀 直到事实 铁板钉钉一样摆在眼前 他们仍然在寻找某种安慰自己的理由 想着想着啊 就要痛好一声 或者一言不发地昏过去 没有看出来什么的人呢 离开这个铁丝网 远远地蹲在一边 脸色苍白 心里在哆嗦 自己是不是看得太粗略了 疏忽了 不愿意去查看第二遍 但是又不得不去查看 先后 有三十多个遇害者被认 其余的都成了无主之魂 现年58岁的原生产队长于学利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案发之后 我们全村人都被禁止出门 排查同案犯 我看到国家领导人陈匹显都来了 528案件 被商洛地委 商洛地区刑署急速上报 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 前所未有的大案 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强烈震惊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力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兼中央政法委书记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匹显 公安部部长刘富之等 先后作出批示 要求省地县 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特大凶案 狠抓不放 要查个水落石出 同时 要通过这个案件 深入检查党政工作当中的问题和漏洞 随后 由陈匹显和公安部副部长 于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 进驻商县 一个由中央省地县乡 各级领导和各级公安部门 参与的侦破组织迅速成立 核心领导小组 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景贤挂帅 下设审讯组 调查走访组 现场勘验组 在地位书记白玉杰的建议下 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 侦破这个案件 成为了商落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罪犯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手段和作案的工具是什么 被害者都是什么人 这么多人被害 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反抗 有没有同案犯 屋里边那三具尸体 为什么不掩埋 一个个问题摆在了侦办者的面前 王建村被包围封锁起来 通往村外的各条路口 都站着鹤枪实弹的警察 警方向村民宣讲政策 欢迎检举和自首 一个从龙家查得的 很奇怪的小本 这时候摆在了侦案者面前 这个小本呢 是用各种香烟盒装定成的 可以上下翻接 从这个小本子上端 丁何处撒乱重叠的线角来看 庄定者在不断地继续添加新页 现在已经有一百多页了 字写在烟盒的背面 字迹大小不等 时而工整 时而潦草 但是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 可见呢 记事者是在不同场合书写的 这里边记载的内容十分庞杂 但基本可以看出 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 记载了1208个人的姓名 还有被记载者的情况 名单上的人呢 大多有名有姓 但是也有有名无姓的 比如说田娃 舒芬 和有姓无名的 像老田 张诗等等 从地址上看 上边的人呢 大多住在乡村 也有一些住在城镇的居民 还有干部 工人 地址之后的内容 就没有一定之规了 有的按照常例 记载着人的性别 大概年龄 家庭状况等等 有的呢 在姓名的后边 只记录了这个人 有个老表某某某 还有的人呢 姓名之后 什么都没有 除此之外呢 这个本子上 还记载了一些 名人的名字 那这是一份 什么样的名单呢 像民间传说的那样 上边记载的 都是龙犯已杀 或者要杀的人吗 可是 这名单上 没有杜长英 没有李云 没有江三河 和其他几个 已经被亲属 认领的死者名字 是同安犯的名单吗 这也很难说 不能用龙犯 不可能有一千多个 同安犯 这样的想法 来否定在名单上 会藏匿有 同安犯的名字 或许 名单上的庞杂 甚至是写上 名人的名字 正是龙犯的 障眼法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龙犯 会把同安犯的名字 写在本上吗 怎么猜都没有用 还是得提审龙犯 警方问他 龙治民 这个本子是你的吧 是 上本的东西 是你写的吧 那当然嘛 上本你写的 都是什么人呢 啥人都有 你都认识吗 咋可能都认识 认识就不记他了 要说认识啊 也只是在啥地方 见过一面 先讲两句 回来我就把他们记下来 大部分人我面都没见过 都是听别人说的 我在街上转呢 听别人一边说 谁谁谁 咋了咋了 我就把别人说的那个人 给他记下来 你为什么要记下这些人的名字 也不为啥 真的不为啥 记着耍呢 耍 你这话谁能相信呢 是 真是耍 别让我敢哄 你们我不敢哄啊 侦破领导小组决定 必须要把名单上 所记的一千多个人 逐个查清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调查走坊组成倍的扩大 几百个人 分成一百多个调查分组 洒向了商落全境 后来 王寇承回忆说 那个小本啊 把人给整苦了 光就是他的调查材料 落起来 就有半人那么高 调查结果表明 第一 名单的由来 确实像龙范所说的 大多是道听途说 第二 龙范记这个名单呢 是为了日后 到其中的一些人家里边 能够骗吃骗喝 第三 名单当中大部分的名字 对龙来说没有实际意义 也许真像他说的那样 是记着耍的 调查的结果令人失望 案情显得更复杂了 许多的干部啊 曾经怀疑这个案件里边有政治因素 这种看法起初也影响了具体的办案人员 同时龙志民在这个期间 只承认杀人 而在杀人动机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 而573元的赃款和48具尸体这两个数字 也着实让人难以得出是谋财害命 这么个结论 民间就有很多说法了 有一说呀 五六十年代商县西南乡 不是出过一个叫秦岭纵队的反革命组织吗 那头目叫吴子俊 传闻是大土匪古世珍的旧部 牵涉的人很多呀 其中有一个叫龙志鸿的人 龙志鸿跟龙志民 他们俩同村 龙志民会不会跟这个组织有关系啊 龙志鸿的原籍呢 现在已经成了南秦水库的库区 同乡人被迁徙到周围各乡 侦察人员多方查访 得知龙志鸿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被询问者说 听人说龙志鸿是参加过一个啥组织 干了些啥没见过 没听说龙志鸿跟这个组织有啥关系 龙志鸿那时候二十岁 龙志鸿的原籍龙碾子村 有一山名天子山 民间传说天子山要出一位天子 这个传说从何时而起 传说中的天子什么时候出现 说法不易 龙志鸿的犯罪活动 是不是跟这一传说有什么关系 这个传说引起了侦察员的关注 解放前的土匪聚众启示 往往假借类似出天子这类的迷信说法 为自己的活动寻找一种蛊惑人心的借口 那个时候土匪的队伍结伙开张的时候 往往会先杀几个人 一来呢 是恐吓乡里 二来 使队伍中的人呢 断绝退路 杀人 你杀 他杀 你统一道 他统一道 咱手上都沾血了 谁也退不了了 这个称为祭刀 那四十八具尸体 会不会是假天子出世之名成立的反动组织 开张时候的祭刀品呢 审讯当中 当侦察员问他 你知道天子山要出天子的传说吗 龙志明说 听人说过 咋了 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没有任何异常的反应 侦察人员呢 就把这种假设暂时的放下了 传说 有一个算命的 给龙志明算过一卦 说他 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会遇到大难 想要避开这难 需要用七七四十九条生灵的 血光充斥 侦察人员 对境内的巫婆神汉 都进行了调查 没有结果 而龙范在审讯当中啊 也是振振有词的说 咱是念过书的人 咋能信那些东西呢 侦破领导小组 花了很长的时间 发现龙志明 除了他的妻子 偶尔帮助他打灯以外 并没有其他的帮凶 他一共 杀了三十一个男人 十七个女人 龙志明夫妇 是怎么杀人的呢 根据后来查清的事实 1983年3月开始 龙游荡于商县汽车站 广场 东西城门口 还有南秦桥头这些地方 以帮人介绍对象 高价雇人做工 免费住店等等为名 先后把游散他乡 外出干活的人员 和一些残疾人 骗到家里边 先让他们为他干活 等待夜晚入睡之后 部分由其妻照明 龙用掘头猛击头部 个别没断气的人呢 还会用追刀 炸他的胸部或者颈部 被害人死亡之后 他就跟他的妻子一块 脱掉被害者的衣服 搜寻财物 连死者的长发也要剪掉 藏在床下边 尸体趁夜深无人之际 掩埋在院子里边 已经挖好的土坑里 仅仅是在1985年 龙志民就疯狂地 杀死了36个人 其中的一次 龙杀死阎百姓夫妇 和他两岁的幼儿 阎小健三人 特别恶劣的是 龙幼使罗某某 王某某 杜某某等三人 先后与他的妻子 阎书霞发生两性关系 然后趁其熟睡之际 予以杀害 龙在杀害的48个人 衣兜里边 共搜得人民币 570多块 手表6只 死者的衣服 也全部被掠夺 赵村的少根 是从龙志民魔爪之下 逃生的人 他回忆道 就是去年 记得是秋天 就是秋天 地里的包股棒棒的多大了 我去王健看电影 看完电影往回走 到村口时候 一堵矮墙底下 呼的站起个人 吓我一跳 我还当是条大狗呢 他问我是哪个村的 我说赵村 他说天都黑成啥了 你还回去啊 我说不回去咋办呢 再黑也得往回走啊 他呢就让我睡他家 说他们家有活干 我当时还想 今天晚上这是咋了 运气嫩好 看了电影 还有钱挣 我说我没跟家里人说 他说那怕啥 这地方一个男人 一晚上不回家 还不跟一条狗 没回家一样 不算啥事 他说的这也是 不是寻见了活干 就是让朋友 拉住讲闲天 家里还能怎么想啊 那我就住下吧 等我一进他们家呀 老天爷 哎呀 我说我家脏 他们家得脏十倍 也不知道是啥味 那一阵一阵的 比毛坑子还强人 我就没脱衣服 跟他在炕上 将就的睡了一宿 天一亮赶紧就走了 走的时候 我还骂了一句 做啥活啊 那天夜里 他为啥没害我 我不是嫌他屋里难闻吗 夜里边我起来好几回 抽了好几根烟 他呀 可能是看我睡得不踏实 没机会下手 给龙家 挖出三号坑的 梁浦乡 刘河村的村民 刘庆娃 也属于一个幸运儿 梁浦乡 在县城东南 二十多华里 当侦察员 来到刘河村的时候啊 见一群村民 正在一棵 大树底下 谈论龙的案情 警车 一出现在村口 就有一个小伙子 从树底下 呼地站起来 离开人群 慌慌张张地 闪入一条小巷子里边了 当真案人员 在村民的指引下 追到刘庆娃家的时候 看见他呀 正蹲在乌檐色底下 缩成一团 浑身的哆嗦 不等询问 他就喊 我没干啥呀 我 我就给他挖过萝卜窖 真案人员 真案人员当即把他带走 另有留下的人 对刘母进行调查 下边呢 就是刘母讲述的情况 他说 事情呢 是发生在去年的腊月间 有一天呢 一个穿一身黑棉袄的矮汉子 寻到刘家门上 见了刘母 就喊他姨 声称是刘庆娃的朋友 刘母这纳闷 刘庆娃从屋里边迎出来 告诉母亲 这人姓龙 家在王健 是前些天在集上认识的 刚认识几天 就成朋友 又是一副 有嘴滑舌的样 让刘母的心里 也不太舒服 后来呢 刘母把这个感觉 告诉了儿子 刘庆娃说 哎呀 他就是凭嘴吃饭的 专门给说不上 媳妇的人说媳妇 听说龙 是给儿子说媳妇的 刘母就高兴了 好吃好喝 款待客人 还刘龙呢 在家里住了两夜 临走又给龙 塞了五块钱 问到龙在刘家 这两天的活动 刘母先是说 他什么也没干 就是吃喝 侦办人员告诉他 这可是天大的案子 北京都来人了 你可不敢有 丝毫的隐瞒呢 刘母啊 这才讲了一件 对他来说 不讲也罢的事情 五块儿